而讲到控管 人民贬值让银行业先前大腿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造成不少投资人赔钱 金管会震怒还重罚了永丰银 今天的永丰金策略长张静元在法社会上 就评估停售商品造成了多少影响 多家银行违规贩售金融衍生商品TRF 引来金管会严正警告 其中永丰银行是第一家被金管会点名重罚的业者 必须停卖TRF一年 永丰银获利成长会不会受到影响令人关注 TRF的商品停售 对于银行会有一定的获利的影响 不过因为今年2014年 整个手续费和利息的收入都同步提升 所以整个加权以后 大概获利的状况跟去年差不多 永丰金策略长张静元认为 TRF停卖对业绩成长影响有限 会寻求其他具有替代效应的新产品 积极挽回投资人 除了TRF事件受到注目 永丰金今年股东会将改选独立董事 包括行政院前政务委员薛奇等三人被提名 预料都将顺利进入董事会 永丰金第一季税后存益为新台币29.44亿元 年增2.5% 相较其他银行表现相对不理想 能否有所突破将会是股民 以及股东最关心的事情 经济日报肖波青夏淑仙台北报道